看看新闻榜 我们遇到了一位实力超强的对手 他就是来自石家庄的范龙翔 我觉得超厉害的 超厉害啊 因为我们在看的时候 你们两个一直在那边 握 对不对 他们两个男的 发生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因为你们不懂 你们一摸 我们就是不懂怎么样 你们的观点来看 只是看到扑克牌出现 哪一个魔术师 不会把扑克牌骗出来 所以你在握什么 对魔术师来说 骗出来的方法有上千上百种 他的方法就是厉害的方法 所以我们会握 而且重点并不是他的方法厉害 是他有一些原创的动作 原创的动作 原创就是以前没有人做过的 他发明的 这件事情还不够厉害吗 哪里 请问在哪里 我怎么什么都没有看到 这什么 在干嘛 请问这样拿 跟那样拿有什么区别 这样拿跟这样拿 当然有区别啊 这样拿很难 你们看得出来吗 包括他秀那个牌的首饰 对 他是刚刚这样秀 对不对 他没有牌 变出牌来 这个还不够厉害 那一般人都是用这样子拿的嘛 对啊 包括你在内嘛 对啊 没有我也有些其他的 刘谦和Mirico两位专业级评委 都对这位踢管选手赞不绝口 接下来出场的郭伯晨 只能背水一战了 这一次他带来了CD魔术的超强升级版 最终郭伯晨稳定的发挥和具有现代感的魔术设计 帮助他打败了踢管高手 顺利晋级下一场比赛 我们也祝福这些有着原创想法的新人魔术师 能坚持自己的梦想 带给我们更多精彩的表演 星期间记者黄岳综合报道